哈喽大家好我是陈轩 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呢我们讲到了核聚变反应的原理 太阳等等恒星内部的核聚变反应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目前关于用核聚变来发电 也就是可控核聚变反应堆中比较典型的一些做法 那么在上一期的时候讲过太阳内部的核聚变反应呢 主要是质子质子链的反应 而质量超过太阳1.3倍的恒星中呢 碳氮氧循环则是主要的核聚变反应 不过这两种反应的结果呢都是质子 也就是氢的同位素P的原子核转换成氦4 而要达到核聚变反应呢需要极高的温度和压力的环境 目前可控核聚变反应堆的做法呢 通常使用的也是氢的同位素 但不是P而是刀和穿 因为刀和穿的核聚变反应呢比P的核聚变反应 对于温度和压力的要求略低了一些 那有科学家认为呢 人类可以控制利用的核聚变应该是分为三个发展的阶段 分别是刀穿聚变 刀和氦3的聚变反应 以及氦3和氦3的聚变反应 不过其实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一个聚变反应堆产生出来的能量是高于损耗的能量 也就是说呢还不能用来去产生能量 我们在上一期的时候讲到可控核聚变反应堆的优势的时候呢 讲到说核聚变需要的原料供应量比较大 是因为海水里面呢含有大量的刀 而穿这个东西呢虽然是非常稀有的元素 但是呢可以把锂元素放入到用重水做漫画剂的裂变反应堆里面来产生穿和氦 而在刀穿反应的核聚变的反应堆内呢 一旦反应开始聚变产生出来的中子也会促使锂发生核裂变产生新的穿 从而形成链式的反应 而锂元素呢单单在海水里面就含量丰富 虽然说刀穿反应对于温度和压力的要求没有那么高 但那是相对于太阳内部的劈劈链反应而言的 实际上在地球上呢因为没有办法达到像太阳内部那么高的压力 那就得在温度上补回来 当然温度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呢 比如说几万的温度也会发生核聚变的反应 但是呢在这种温度下呢核聚变的速度很慢 它产生的能量还没有消耗的能量高 而物理学家费米在1944年的时候曾经推算出说 如果要实现自持燃烧 就是不需要输入能量能够自我维持的一个核聚变 需要达到大约5000万摄氏度的温度 但是如果说原料真的加热到这个高温的话 世界上也没有容器能够承受得住5000万温度的高温 人类迄今为止制造的最耐热的材料呢 它的溶点也没有到5000摄氏度 且不说现在有一些核聚变反应堆的目标呢 是把核燃料加热到1亿度 所以目前核裂变反应堆的设计呢 都是想办法要把这种高温的核反应的材料 约束在一个空间上的范围里面 就像是悬空浮在容器里面 其中最主要采用的4种约束方式呢 就是磁约束 惯性约束 估缩方法和惯性静点约束 在磁约束的核聚变装置中呢 最常见的就是托卡马克装置 全球到目前为止呢 建造的或者是计划建造的 以及退役的托卡马克装置呢 超过200个 其中由欧盟主办 加上6个国家参与的 著名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反应堆 正在建设的呢 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实验性的 托卡马克核聚变反应堆 那托卡马克呢 最早是前苏联的科学家 在1950年代发明的 它的俄文名字呢 来自于设计中几个主要的特点 环形 真空式 词和线圈 这4个名词的俄文单词的 前两个或者是一个字母 托卡马克呢 是一个环形的设计 环形里面是真空的 放着核燃料 环形的中间呢 放着一个欧姆线圈 用来给核燃料加热 当然呢 还有一些其他辅助加热的手段 而绕着环形呢 有两组线圈 一个呢 是环向场线圈 就是缠绕在环形的真空管外面的 另外两个呢 是极向场线圈 放在环形装置的上下 这样组成的约束装置中呢 刀川的电子和电子核分离 形成等离子体 呈螺旋状 在真空管里面悬浮着运动 除了环形的托卡马克 在词约束的核聚变装置中呢 还有比如说20世纪90年代 由英国卡勒姆和聚变能源中心 开发设计的球形托卡马克 普林斯顿等离子体国家实验室 建成的仿星器啊 磁镜等等 惯性约束聚变呢 它的缩写是ICF 有的时候也被称为是激光聚变 因为这种约束方式呢 是由高功率的激光来实现 对于燃料的约束 当用激光去照射固态的核燃料的时候呢 核燃料的表面材料会蒸发电离 产生等离子体 那激光束的一部分能量 被等离子体吸收 等离子体温度上升 这个热量呢 就会传到燃料的内部 同时呢 因为它外层蒸发了 就会向四周飞散 会形成一个反作用力 就像是火箭如果往下喷火的话 就会产生一个向上的推动力一样 那这个反作用力呢 它是向核心方向的 所以就会加大内部刀穿核燃料的密度 同时呢 温度又提升了 这个密度和温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呢 就会发生核聚变 那这种类型的核聚变反应 对设计中呢 也是包含着多种 比如说有把激光直接打到 核燃料球上的直接驱动法 还有呢 就是激光加热了一个 中间放了核燃料球的空腔 空腔释放出X射线 再加热其中的核燃料球的间接驱动法 还有快速点火法等等 那这里面呢还有一种叫做磁惯性约束的方法 就是利用了磁约束和惯性约束两种原理 它先是利用磁场约束开始的低密度等离子体 然后利用惯性约束呢 把它压缩到可以产生核聚变的状态 估缩方法呢 其实是人们第一次尝试实现核聚变时采用的方法 就是美国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在1958年实现的一个装置 它的基本原理呢 是电流流过等离子体的时候呢 产生的磁场会让等离子体压缩 当然这其中呢 也包含着各种各样不同种类的固缩 但是基本原理都是一样的 只是它的电流和磁场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惯性静电约束的原理呢 是在环形金属山的内外环上加上电压 这样使得其中的正离子呢 会向中心运动 那离子穿过那层金属山的话呢 就可能和另外一个正离子相遇 产生核聚变的反应 除了这几种主要采用的约束方式呢 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核聚变反应堆的设计 比如说由亚马逊的Jeff Bezos投资的 那个General Fusion的公司 就推出了一种叫做Magnetized Target Fusion 简称MTF的装置 那这个装置的反应球的内部呢 也是利用了磁约束的原理 把核燃料约束在涡流中 但是除了磁约束之外呢 它还在外面加了大约200个蒸汽动力活塞 这些活塞装置呢 就会将压力驱动到球体的中心 然后把等离子体压缩到 聚变反应所需要的一个状态 这个温度呢大概可以达到1.5亿摄氏度 那我们今天关于可控和反应堆 比较典型的做法就介绍到这里啦 我是陈轩 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的话请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咯